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节就和大家讲一些比较和医药科学和生命科学有关的题目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几个月前我们提过一宗挺出名的 将一个猪的心脏移植人体的案例 如果大家记性好的话都记得最后的病人是能够生存了以升旗计的时间 但是最后都是死亡了 如果以移植手术来说,技术上层面算成功 但是就是因为有些其他我们没有想过的因素 就是因为被移植进入人体的猪心 预先已经感染了一种类似只是感染到猪的病毒 于是那病毒就是击击猪的心脏组织 它没有击击人的组织 但是猪的心脏就是因为它预先有这种病毒就坏死了 最后的病人因为心脏也坏死了 所以最后都过了身 当然在这个教训之后一个最大的反省就是 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到一个更干净的心脏 来去重复一个成功的例子 刚刚这个星期就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同样也是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医学院 他们的这班外科手术医生 再接再来再试第二宗的 将猪心脏移植去人体的一个手术在这里 在节目出现的这一刻手术是完成的 暂时还要等着这个病人的结果是如何 在初步来说没有严重的排斥反应 这似乎重复了上次部分成功的经验 要留意的是 今次做第二宗的将猪心移植人体 又没有东西再进一步改进了呢? 上次分析过之后就发觉 那个猪的心脏坏死是因为已经我们 没有办法及时能够检测到一种病毒 那种病毒是... 其实说简单点,它逃过了我们的检测 而且在那个猪本身培植自养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将那些病毒 环境弄得太干净 所以它有多了病毒 而病毒又刚好逃得出了这个病毒检测的时候 就出了上一次的事件 这样 今次来说,技术层面一模一样的 重温一下 首先,如何令猪的心脏可以移植到人体而不排斥呢? 首先你就要找回猪心脏组织 这些这样的细胞上面 有没有一些特征 它是会能够刺激到人的免疫反应 从而它会被排斥的呢? 就将它熄灭了它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又是利用到基因技术,基因展辑的技术 就将这个猪本身的基因去做一个展辑 就令到它生出来的心脏 就不会再有一些细胞上独特的形状 就会刺激到这个人体的免疫反应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基因展辑就需要找到 其中二十多个的这些基因来做改了它 于是它生出来的猪心就不会被人体排斥 而且还要刻意地去度身定做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其实猪心一个成年的猪 它最后的心脏是被人的心脏大 所以我们是需要做多一步的事情 就是说 令到那个猪 我们要拿去的心脏被人用的时候 心脏不要太大太小 那可能你会想到 在一个适当的时候 就是在猪不要生得太大的时候 就是要拿走那个心 这个此其一 但是因为心本身它始终是由猪那里来 它会受到一些荷尔蒙刺激 它会有能力继续生长下去 因为它本身是来自一个猪的心脏 所以就需要在一个基因层面 再做一个剪接功夫 就令到它移植了人体的时候 就会懂得不要再继续生长 不要再肥大下去 如果不是 最后它出来的力量太大 而且对于病人的负荷 也是会超负荷 这样 在这里 这些层面全部是基因层面 去制造一个不会令人身体排斥 也是适合人的身体机能 一个适当大小的心脏 移植了下去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步就是说 不想它会有一些 你不想要的病毒逃过了检测 原来在第一宗的猪心脏移植人体的手术里面的时候 他们去帮猪做那个检测 就纯粹由猪的鼻孔里摇一摇 去验它那些又没有什么病毒感染 其实你发觉和人的验流感的过程差不多 或者先前那些COVID的过程也差不多 现在它就说要做得更加仔细 不只是说拿去那个鼻黏膜的黏液 要是做一个更加全面抽血 然后就确保了它不会有一些的病毒逃过了检测 而且在培植那个去 拿心脏的猪的环境 要做到更加隔绝更加无菌 可能你会想到 要培养这个猪 对猪本身也挺痛苦的 可能它都有一个群体的生活 一群这样治养 但是也是一个无菌的环境之下去长大 也都要去保证它的饮食 排泄物得到适当的处理 令到它不会去感染到 其他当我们不想要的疾病 在这次来说 说得简单一点 比上次改进的地方 就是在培养环境和防病毒的环境 做得更加严谨 而且做得更加干净 就有了这次第二宗的移植 暂时来说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移植手术本身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而且也合乎预期地 就是在最初的24小时 没有出现劇烈的排斥反应 到目前为止 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现在就要静待 再追踪多这件事 多两三个星期 看看事态最新发展是怎么样 现在就希望做到一件事 就是在牺牲了猪 以及做了那么多实验人员 做了那么多的时间 以及医生花了那么多时间做这个手术 能不能够最后真的造就到一个 可以维持以连继的 甚至更长时间的 一个由其他动物移植 去人体的心脏呢? 我估计这个目标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如果有消息的时候 当然我也会继续和大家的跟进 其实这一节还介绍多一件事 就是关于我们对于自闭症的起源的认识 其实自闭症本身 都是美国叫做巨颜红 去希望科学界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例如我们能不能够由基因层面 已经预测到生出来的小朋友 有没有自闭呢? 如果是唐氏综合症 我们有能力去做得到 基因层面 因为由掩饰体的数量 你可以数出来 但是自闭症一直都没有办法 可以做一些预先检测 来预估到的 我们就尝试去做一些基因图谱分析 我们就确认到其中有一堆 数量可能很多 但是有些贡献会多些 有些贡献会少些 一些基因可能会导致自闭症 在这里又要结合另外一方面的重要研究 我们发觉又给了一个新的路向出来 以往我们去了解自闭症去发展形成的过程 我们一方面就是搜集那些病人本身的基因 看看和一些没有自闭症的病人的基因 会不会有些分别 我们看看有没有基因是比较重要的讯号 这是第一个层次 然后你要真的证实到 那个关联变成因果关系的话 你就要看到这个这样的基因 它会不会造成一个生化上面的变化 它是能够反映到在老神经细胞的层面身上 从而令到你最后发展出来的脑部 是会表现到一个自闭症的脑部呢? 我们认为就是说自闭症 其实都是一种先天上的脑部发育的缺损 令到它有些功能是会失却了 于是乎形成自闭症 是一种先天上脑部发育病变 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找到这个基因 我们能不能够知道这个基因 是怎样令到脑部发展得不健全 和正常人有分别的呢? 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要找是很困难 首先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 真是能够很刻意地去追踪到 由胚胎阶段就已经追踪到 那个脑神经是怎样随着那个基因而去发展 后天可能你还可以做一些脑素描 例如那个小朋友出生后 你发觉他经过这个检测 知道他是有自闭症 于是乎你是很频密地去做一个脑部的掃描 看看他的发育是怎样的 甚至乎有些情况你是可以做到切片 然后看到脑部结构和其他人有什么分别 在这些情况我们找到的数据也有限 而且是一格格静态的资料 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走进去 由最初那个遗传基因 他怎样影响到胚胎 甚至脑部初形的那部分 那堆神经的部分 最后怎样真的影响到最后出来 由胎儿甚至婴儿阶段的脑部的发展 会有什么变化呢 你中间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切片 来找到这个证据的 但是今时今日在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有一个新的路向 就是我们去透过干细胞技术 去培育一些微型的器官仔 我们叫Organoid 这种技术 就帮我们似乎是找到 可以更多的答案 我不是说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 那个因果关系 由那个基因就已经知道了 去怎样令到胎儿的脑部发育不健全 我们没有完整答案 但是在这个礼拜 其中报道这种技术就是 当我们有办法做到这个人的钢细胞 将它可以做到一些 可以发展成为脑部的那些钢细胞 当然我们要引导这些 我们会认为是能够诱发到 这个自闭症病变的这些基因 放入这些脑神经细胞里 让它去发展一下 它不需要发展到一个完整的阶段 但是它可以形成了一大堆 它可以复制一堆的时候 变成一个叫做迷你的器官仔 一个organoid 它和我们正式的脑部的结构 当然就很大分别 它在一个二维平面那里去发展 它不会看到我们整个正式脑部的皱节 但是如果我们想纯粹看看 里面的神经细胞 那个动态的发育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透过研究这些organoid 就不需要真的将一个人的脑去切开 也不需要去 deal with 一个真真正正有生命的人 那都可以研究到究竟 那个基因的变移 如何令到这个脑部神经发展受到影响 而在这个研究 是由一班奥地利的研究团队 去从事这个研究 它给出一个挺重要的发现 而这个重要发现 我们今时今日都在Science和Nature 这些期刊里发表了出来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们能够透过去 培植这些带有那种 我们认为是会导致自闭症基因 的那些脑神经细胞 去摆在一个培养碟上面 去培植了一个迷你的organoid 一些这样的器官仔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其中有几种细胞 在它指挥如何再生成其他脑细胞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个研究里 其中一个我们独特地发展到的资讯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 那些脑神经细胞的某一些部分 是可以有一个动态的追踪 它们的神经是如何去发育 形成我们后来的脑部 那个中间的过程 我们其中可以追踪到一个动态的画面 令到我们就懂得去辨认 是不是我们脑部其中一种 帮助脑部继续发育的细胞 出了问题 而导致最后整个脑部发育 那里出现了一个自闭症的表象 那现在似乎 就因为这个organoid 有这种技术 就令到自闭症的研究 就再推进一步 基因的研究 它最多能够帮助到我们去理解 究竟是 基因和最后 似乎在微型器官的这个研究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基本上就能够令到我们 在那个胚胎 甚至乎受精卵 至到胚胎层面 已经开始了解到 这些自闭症的基因 是怎样导致它 令到它和正常脑部发育 有什么分别 我们就开始找到 一个小小的分别出来 从而也帮助我们认到 你要集中去研究 哪几种老神经的细胞 或者是哪几种细胞 是帮助我们去 指挥着脑部发展的 那堆这样的神经细胞 我们就懂得辨认了 那几种细胞成为 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这里就很期待 在未来里面 一个希望不久的时间里面 我们对于 这个自闭症的认识 就可以更加加深 最后令到我们 可以发展到更多的方法 来及早 将这个 会有自闭症的 这些胎儿 更加早阶段 就可以辨认出来 这一节就在这里结束 之后还有其他内容 之后还有其他内容